職業捕魚、漁民、有的沒有的 所造成的影響 對於水中狩獵的影響性相對是比較小的 當然水肺狩獵並不是你學會的這個技能 就表示說我會狩獵了 就可以在水裡肆無忌憚 在前場中狩獵 必須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就是禁止進入休閒、觀光、或者受保護的海域裡面狩獵 這個不只不道德 而且還會受罰 然後當然狩獵需要獵捕食用級的魚類、貝類、甲殼類 如果你有太小的啊 當然就不要碰它 那有一些